哈喽哈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定期的给狗去清理耳道 那视频里的这只狗 耳毛已经毒死整个耳道了 它就会影响它的耳道正常通风 导致耳道自生细菌引起耳满 拔耳毛的时候 耳毛粉是起到了一个扩张毛孔阵痛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拔耳毛之前一定要撒上耳毛粉 耳毛如果不定期清理 就会影响狗狗耳道正常通风 狗狗的耳道必须长期处于一个干燥通风的状态下 才不会引起狗狗耳部的疾病 包括我们自己在家给狗狗去洗澡 也一定要用截耳液耳毛粉给狗狗去清理耳道 我们看一下拔下来的这个耳毛 截耳液的话是起到一个深度清洁的作用 可以去除狗狗耳道里边的这些分泌物以及残留物 好了 我们看一下清理完以后的耳道 你们学会了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视频通款的这个截耳液和耳毛粉 耳毛粉的话是起到一个扩张毛孔的作用 我们在给狗拔耳毛的时候 狗狗会感觉到很疼 但是会有一丝丝的痒 家里边咬的是泰迪比熊选的锐和约克夏碧鞋犬种 咱们是需要用到耳毛粉的 那其他的犬种我们可以直接去选择截耳液 给狗狗的耳道进行清洁就可以了 视频通款截耳液是一个去因粒子水的截耳液 一平五十毫升 我们在家给狗洗澡的话 也一定要定期的给狗去清理耳道 尤其是在洗完澡以后 因为我们在洗澡的过程当中避免不了狗狗的耳道会进行一些潮气 或者是进行一些水珠 那狗狗的耳道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下 也是容易自生而满 引起耳部的疾病 视频通款截耳液是一个去因粒子水的截耳液 温和不刺激 可以深度清洁狗狗耳道的分泌物 去除耳道的残留物 可以预防狗狗耳部的疾病 耳臭和耳满 有需要的老铁可以直接点击左下的视频连接下的